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萌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今天是2023年7月9日來往這款勇士與夢想大陸 這是一款休閒放置義式冒險RPG手遊 於7月5日上午10點正式上線 毀滅無數大陸的黑暗軍團突然降臨 勇者大陸陷入危機 為了守護家園 人類精靈天使和模組四大族群 組成了勇者聯盟 共同對抗黑暗軍團 玩家將扮演主角 意外的成為了勇者聯盟的隊長 與天使餓模組隊用策略戰勝強敵 輕鬆掛機華麗轉職 全方位褪變成最強勇士 本作我曾經玩過其他版本 遊戲名稱應該有棒 玩法為放置型掛機 放箭的角色分為男女 與夥伴組隊 模組為3DQ版可愛風 在地圖上無限繞圈打怪 用上角有BOSS站可以點擊 擊敗BOSS推進進度 四大陣營彼此有克制關係 三種卡池召喚百名夥伴 通告有預約高級招募實驗抽 每天領取實驗抽共300抽 首發 禮巴馬 VIP666 YZDL等福利 接著就是我試玩的遊戲 幻滅與體驗 好的 來吧 來玩這款勇士與夢想大陸 呃旅程開啟7月5號 我看一下喔 7月5號上午10點正式上限 大概是放置卡牌吧 放置卡牌 現在放置卡牌都會送很多召喚券啦 有的都送到1000抽了 但是你要玩100天啊 每天送10抽 那這是弱府版本喔 弱府版本 來吧 可以選擇男女行想 哇 他這個是3D的 欸 我好像玩過了感覺啊 感覺我好像玩過 又是一款玩過的遊戲是不是 好 反正玩過的話就是他可能有測試服 玩過遊戲名稱 或者是 台服先出 陸服還沒出 也是有可能 因為陸服要取得一些版號 取得不了他就先在 別的國家先出這樣 好 四大群組喔 族群 對抗黑暗軍團 組成勇者聯盟 點了一下 開始冒險吧 喔對阿 這個好像玩過耶 金光閃閃的3D模組 可能台服有出喔 索倫斯 菲尼克斯 既然雅典娜相信這個年輕 那我也相信 我也贊同 小甜心 那麼 我現在賦予你守護者之力 去吧 驅逐黑暗 好 世界之術 應該是繞圈圈啦 繞圈圈 就會在這邊繞圈圈打怪 然後到時候會組隊這樣 好 我應該是玩過啦 應該是玩過 至於原本名稱叫什麼 我不知道 要再查一下 有一些眼尖的觀眾一看就知道啦 因為他可能 這個遊戲他可能玩好一陣子吧 那我都是試玩嘛 試玩就有玩開頭 只是那個模組很像 我玩過 我剛才本來要玩另外一個遊戲 他進來鎖IP 有點扯 下載好了 好不容易下載好了 然後 拍頭的動畫也下載了 然後 就鎖IP 沒辦法 有時候找遊戲就是這樣 不是你玩過就是有出現一些問題 一些狀況 閃退啊 不能玩啊 鎖IP啊 或是帳號要認證啊 你失明認證你沒辦法 或者是有版權音樂啊 對奇奇怪怪的問題 好 世界術第三關 這是3D模組 但是他會在這邊一直繞圈圈啦 好 聊天室 沒有 就只有那個訊息而已 怎麼關閉 我會組成 這個好有印象喔 好有印象 然後這時候我就要考慮 要不要繼續玩呢 還是在找別的遊戲 找別的遊戲又要花時間 繼續玩 就玩給一些沒看過的人吧 看看 我感覺這個很台服真的有出耶 或是他換過ID 換過名字 要找的話要去我的頻道上 去搜尋放置掛機啊 卡牌啊 放置卡牌 有沒有這樣 跑過去 跑回來 繞圈圈 讓你比較不會那麼無聊啊 有的是在原地一直掛機嘛 怪就一直出現這樣 那種是3D的 到時候組隊的話 旁邊應該會有跟隨我們的夥伴吧 就是我們現在在組別嘛 到時候應該會有一些其他的人 跟我們組隊 只是還在跑 還在跑 夥伴有沒有 主角 副本 主線 背包 主場 然後這個是客製關係吧 人類 精靈 天使 魔族 四個陣營 對抗那個惡魔軍團 反正就對抗什麼軍團 剛剛那個開頭介紹有講 好 現在 我本來想說我可不可以撐一下不要開冷氣 現在開冷氣 開冷氣好涼喔 我現在開冷氣開風扇好涼喔 這個7月啦 7月啦 再來8 9月 會有越熱啦 主要是我有考慮到我今天跑去買PS5主機啊 剛剛玩了一下好燙啊 整個快燒掉了 不開冷氣不行 所以如果你們 有打算買一個PS5主機的人 要考慮一下 就是你要給他吹冷氣 不然至少你要給他吹風扇 不然他會熱當機啊 整個燒掉 有夠燙的啦 怎麼那麼燙 他那個後面的那個風扇 排出來的氣體是熱的啊 熱風啊 超熱啊 一個暖暖機啊 夏天開個暖氣機 降龍戰 把他斬掉啦 但是我現在沒有開 我把他關機了 PS5關機 我待會再來玩 可能每天沒什麼時間 只能玩一兩個小時吧 我買那個最高級的會員 剛剛花了兩千多塊 裡面蠻多遊戲可以玩 就是有點像訂閱制吧 就有一些PS4的遊戲啊 或是一些PS5的遊戲啊 或者是一些當月的一些遊戲 你可以download下來玩 download著download著你會發現 哇空間不夠啊 才五六百GP哪夠啊 你要去買硬碟 買那個 SSD硬碟 各種花錢有沒有 各種花錢 我現在是沒有那個影像結局卡 如果要錄PS5遊戲的話 我也不知道要錄什麼 還要去買那個影像結局卡 不能買太爛的 可能要買個四五千塊的 然後PS5的搖桿一隻竟然要兩千多 哇有夠貴 各種貴啊 好 負責一下 我們夥伴上陣了 激活一下 可以啊 手遊的話就輕便啊 簡單啊 每個人都可以下載來玩啊 免費 重點是免費 你都可以當牌嫖 不要儲值啊 好我們點個技能 這個遊戲我當初給的評價應該是不錯 不會太差啦 就是 以放置掛機來說 它3D的嘛 然後會在地圖上這樣跑來跑去 然後我們通過這個世界書 就會換別的地圖 怪也會不一樣 就比較有變化性 Boss出現 欸我按掉了 被我按掉了 哇BugBug 被我按掉了 可妮莉亞 你看它有配音嘛 就是有音效 有語音 都有 我們這個自動了沒啊 自動了嗎還是要自己點 喔自動啊它會自己點 這個它自動可以自己點 好像有比較小聲 再大聲一點 主要是我現在有冷氣聲還有風扇 然後戴著耳機我也沒辦法判斷 就 轟轟轟轟轟轟的聲音啊 後製的話會把那個 那個音頻比較低的那個 刪除 聲音刪除 所以你們應該是聽不到風扇聲啊 電腦的風扇聲啊 電風扇聲音啊 還有那個冷氣的轟轟轟的聲音 但是相對來說我聲音有時候會變得比較奇怪而已 沒辦法 這是那個軟體去弄的 而且我麥克風我才1000多塊而已 便宜貨 以前買那個5000多塊的壞掉啦 超心疼的啊 後來想說買那麼好幹嘛啊 買個1000多塊就好了 將就的用將就的用 好 就大概是這樣啦 這個放置掛機玩法 比較新鮮一點 但是這個我以前玩過 我確定 遊戲名稱不知道 可能換過啦 收不到 這個名字收不到 然後日常 這邊有煉金哦 煉金是拿金幣就拿金幣 好 手衝 馬爾蒂娜 然後 直購商店 累充禮包 任務 日常 等下300抽放哪裡啊 300抽還沒跳出來 然後有家園系統 排行榜 反正這個正式台服啦 陸服版本 可能你台服玩過 好 好 這是我們裝備 然後主線 他的主線就是我們的戰鬥吧 可以打Boss 世界樹打完了我們就會換下一張地圖吧 飛鳥巫師 好 不能拉遠近 也不能左右熊主 然後也沒有什麼閃避功能啦 玩過那種有閃避功能 就是你可以指揮一下 你可以圍操一下 就是Boss的範圍工程就可以閃避一下圍操 躲避一下這樣 然後放放技能 這個是全自動 這款全自動 連技能拿到他自己放的 好 摩日俠谷我有說嘛 就換地圖 但是換地圖也是在那邊繞圈圈啦 好來養成一下吧 剛剛 快點死掉 15點沒反應 不知道為什麼 壞掉了 壞掉了 掛掉了 我現在掛掉了 點不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重開一下 好我們重開一下囉 好 二次元 放置掛機 不過掛機的部分是3D 用戶登錄 好勇者大陸 勇者大陸 勇者大陸 就 襲擊裡面的那個勇者大陸 好 那剛 卡死了對不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卡死啊 好 這邊可以1000強化一些 等級的話 沒看到 劍人的話 只有一個 降龍斬 是嗎 對呀 降龍斬沒錯 那個減體字 然後夥伴的話 可以升級 大概不能超過我們吧 不能超過我們主角的等級吧 有點慢耶 你看 不能超過主角當前等級 跟我想的一樣嘛 就是我們主角是要打過來升級 然後有裝備系統 那夥伴的話 這邊有升級 升星 還有重生 我水晶系統 水晶系統是符文系統嗎 不知道 那我現在要兩個夥伴 一個夥伴加5 不見的話 N角 R角 S角 SS角 SSS角 SSS加角 當然是美少女卡牌為主啦 這種遊戲 對不對 好這種遊戲 有一些男性的角色 但是還是以美少女為主 就這個 不太好弄 你看 我要返回不行嘛 他沒有一個返回 我要點旁邊 我要點卡牌 這個沒有Live2D 我不知道 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 看起來就只有一個例會 然後有一些特效 發光這樣 不知道會不會有語音啊 我們夥伴 這裡沒有語音嘛 好 副本玩法 就是 各種資源啊 我都在這邊 抓資源的副本 好 那我們就玩到這邊囉 好的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 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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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